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雪 你好 小雪 你好 小雪 你好 希莉安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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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还在澳洲那边念上学 对 我在念法律 OK 我听说在疫情期间你们也一起合作了一些事情是吗 武汉疫情爆发的时候 他得知我在组织捐款还有救资的事情 他就问了我一下说能不能帮我运一点给他同事 武汉在那个时候是疫情中心是最危险的基本上 他当时在欧洲其实不需要混 因为当时欧洲没有爆发嘛 但他开始心急如焚就赶回武汉 我当时还有点差异来知道 因为雪云的话 平时没看出来他是个医生 怎么讲 他就是跟同理的女生没有什么区别吧 也追星啊也追剧 然后喜欢听音乐会什么的 你知道他喜欢X吗 我知道啊 因为X是他的偶像嘛 疫情期间他在朋友圈里我分享他的歌 他就愿意分享这些比较开心的一遍 不太会了他当生的那些事 就是从这一次我才觉得原来他是医生 这个期间你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细节啊 当时我是参与到他们这个后勤方面了 所以我很感受到他们当时的那个情况的话 其实什么都缺 他说他们要自己找材料去做闪骨镜 用垃圾袋去做脚套 忙的时候他们觉得休息和吃饭 这都是在浪费时间了 连热饭都吃不上 然后有家也不能回 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我觉得所有的武汉人 特别是他们在武汉第一线的医生 他们吃了比这常人想象不到的苦 我都觉得其实挺感动的 你有什么话想对雪云讲的吗 雪云 谢谢你作为医生对武汉的守护 希望下次我会过去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旅行 然后一起聊八卦 希望你享受这一场属于一个人的业会 小雪你好 欢迎来到属于你一个人的音乐会 怎么样 有没有这个惊喜 有 专属于你一个人的音乐会 一定得给你唱一首歌 哦 拜托 你看我今天都穿得很夕阳 唱一首 何处是远方 给你听 远方 不是想到达的地方 是心超越的地方 或者跟我今天要听 我记得你听 一首歌 音乐是想到达的地方 泪 只是有一点点 每一天 每一刻 都是新的起点 心 充满希望 看 脚下如海很长 轻轻倾听 活着的意义 不要停留在原地彷徨 何处是远方 走过许愿漫长要找到我的 远方 到底何处是远方 远方 远方 谢谢小雪 谢谢小雪 我来了 我刚才做了几个深呼吸 几个深呼吸 我没有想到会是以这种形式开场的 你是不是头一回遇到说是 除非以前音乐剧特别不好的时候 我看剧也有十几年了 你看剧 你是一个剧迷 对 所以前几年在剧场里面 其实观演的人是很少的 确实是 我是经历过这一段 你就是那个默默的支持我们的 那一批特别少的人 对 那个时候票都是打折的 就可以买到当天 送都没人看 你当时认识我就好了 我可以给你送票 但是其实去年的12月24号 就是也是你请我看的 哦 哎呦 但是我没想到会可以像面对面 跟你聊一下音乐剧的 那咱俩这缘分还是蛮奇妙的 对 你从事这行业多少年了 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我06年毕业的嘛 到现在正好十 十五年了 十五年了 这个行业其实挺不容易的 我觉得 对 这一次碰到疫情才真的觉得 作为我们年轻人也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 是吧 对 我父母都是在医院工作的 我父亲也参加过那个非典 嗯 当时 我记得我高考的时候 就因为我父亲参加过非典 然后还有车来接送 当时就觉得哇好自豪啊 哇 就觉得嗯 我我也能就是参加这样子的 对 对 然后能够胜利 我也觉得挺自豪的当时 真好 嗯 看更多内容 请下载腾讯新闻APP 咖啡 咖啡 咖啡